今天这个来宾 唯一单身代表就是陈轩 你会单身 听说是从小就已经认定 你觉得结婚就是会离婚 怎么这么悲观 他们三个都没有 很好 那也是我梦想中的状态 但因为我从小就担心家庭 然后我是妈妈代大 我妈当初是22岁生我 然后在我四岁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所以我对于爸爸那边印象 比较没有 但是就我长大之后 听到的资讯是可能 爸爸结婚之后有酗酒 打麻将这种的习惯 然后就是不太顾家庭这一块 所以导致我妈在婚后 反而没有像她当初想的那样 就是幸福美满 他们离婚之后 那我妈她也有交男朋友 对 那她交男朋友之后 我其实那时候也还小 我大概在国小国中 但我其实感觉出来她 她还是没有很开心 觉得她好像有一点点 就是觉得离婚后 有点可能自卑吧 所以导致她带着这个心情 交了新男朋友 还是一直在吵架 然后就除了我妈之外 其实还有我们这一辈的 最大的孙女 唐姐 她是我们最早结婚的 然后她也是结婚之后 然后没有几年就离婚了 那主要的关系好像是因为 结婚之后男生的压力变大了 男生想要扛起一个家 所以她很努力去冲事业 可是就会让 好让我唐姐会觉得 没有时间陪她 就是反而就是关系变得疏离 可是男生是为了想要 撑起这个家 所以反而去做更多时间 在工作上 但我唐姐那时候就觉得 这不是她当初想的 结婚后应该要有的样子 所以没几年也分手了 不不不 离婚了 离婚了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 结婚这种当初那种 冲动的感觉 就是真的会 要想清楚 结婚就是要靠冲动了 还想清楚 想清楚就比较困难一点 想清楚就不会结婚了 想清楚就要沉淀完了 你这也要那个冲动 接下来几十年后 我就想这个事情 好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你其实动过想婚的念头 对 就其实有 就我可能 我上次来的时候 也是在分享这一段 就是我有一个七年的女朋友 就是我们在一起七年 同居七年 然后各种生活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草 我们从学生到初社会 都经历过 然后我也觉得 那样的生活很幸福 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 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 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 一定要有一天 就是完全放下来 就是互相陪对方 那时候会觉得 我跟他真的很合 就是个性上跟生活作息 都很合 然后会 所以那时候就有跟他 讨论到一些关于 结婚的事情 但是后来可能 因为我自己的事业的规划 然后我走向了 可能比较偏演艺圈这部分 因为我们是同学 但是他走向本科系的路 我走向演艺圈的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我的未来变得没那么确定 我不敢给承诺 经过讨论之后 我们就还是决定 就是我们就分开 好理性喔 对 七年的感情 就是因为人生理念 有点不同 那你那一段分手之后 你有再谈新的感情吗 就是对 因为那段七年的感情之后 我反而进入下一段关系之后 我的心态变了 就是我不想要跟一个人 有五年以上的规划 或甚至两年以上的规划 但我会先跟他讲 我会跟就像我上一任 我就会跟他说 就是我们就是谈一场 没有结果的恋爱吧 就是比较不要想到 可能未来结婚的事情 我们就享受当下就好 对 那后来怎么分开的 就是我们的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生活作息跟习惯 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在一起 前一任也是同居 因为我在一起跟他两年多 也是同居两年 所以我基本上 都是同居的状态 然后我就是 在生活作息上 我会非常的需要公平 就是我会觉得 你付出多少 我就付出多少 我不想要你多付出 因为你的多付出对我来说 我会有一种压力 就是可能是 我可能今天这段 这顿饭我出了 那下一顿你出 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就是可能约会的时候会这样讲 对 那只是后来后来 就是这样的习惯到后来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健身教练 然后我需要很多的高蛋白 鸡胸肉 每天都要去吃这些东西 那我自己知道 那是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会去买 可是他就是很贴心 就是他发现快没了 他就赶快自己去订货 去补货 很贴心很棒啊 对 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心里会觉得 干嘛买 就是 但是我没有这样表现 我会说 就是谢谢宝贝帮我买 就是很谢谢他 但我其实心里会觉得 其实不用帮我买 我可以自己去买 对 然后甚至是 我们在互相生日送礼的部分 我就会觉得 就是不要送得太贵重 对 贵重 因为等于你送我这个了 我就要想 那我要送什么给他 不是说不行送 只是我会觉得 我们就刚刚好就好 对 因为毕竟 我会觉得在金钱色方面 不要跟另外一半有太大的纠纷 会比较好一点点 对 所以其实他讲的 我觉得他做的都是想要对你好的事情 可是反而让你有一些压力 非常有 对 就像很多小事啊 像是我觉得 这个事我就讲蛮久 就是洗衣服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 他不喜欢洗碗 我就说好 那我洗 所以碗我都会洗 然后那你来洗衣服 他就说好 他要洗衣服 我就觉得这样就可以嘛 大家讲好了 那做到就好 可是他长 就是因为他工作时间比较长 然后他就是说 他就会洗完衣服之后 就放在那里 然后可能第一天看到 我就没有说 然后可能过两天打开 还在那里 我就就问他说 你不是说要洗衣服吗 然后他就说 我就整天都要工作很忙 可是他的工作就带在家 就可以做了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我洗好了 我洗 我可以 我现在洗现在晒 可是他会说 你不要动 我来洗 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的吗 对 就是因为 只要 哪一天什么事情 到某一天我就受不了 我们就也是因为可能 很类似像洗衣服或洗完这件事 就吵起来 整个大吵 那时候大概三更半夜 他那时候好像也正在 还在正在工作当中 然后但是他就直接跟我大吵 然后我就直接 我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 把我所有的不满 什么 洗衣服 然后洗碗 然后买东西给我这件事情 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再买给我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买 然后我就跟他讲 然后就吵 然后我就在当下 我们租的地方 我就整个说 我现在就要走 我就打开门 我说我现在就要出去 可是他就想拦我 然后因为其实那个凌晨 其实我们的声音已经大到 邻居应该都停到了 所以他就那时候 他当下就情急 他就拿着棍棒 棍棒 挡在门口 然后不然我出去 他说你现在给我 留在这里 不能走 然后其实我当下也知道 我们情绪非常的高 但是我就觉得 那就 就是不要举下 因为我觉得举下 可能会有 可能更不好的后果 然后我就当下就就是 安抚他的情绪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要吵 我会留下来 那我会在那边睡一觉 但隔天起床 我就要走了 所以我们就在 那个时候吵人家 隔天起床 我就离开 就是离开他了 就这样分手了 对 就这样分手了 对啊 听起来有点惆怅了 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大的事情 所以你经过这两段感情 你对感情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 因为我这一 可能过往的恋爱经历 我比较没有比较长的空窗期 就是七年嘛 又两年 然后都同居 所以我比较 感觉好像我没有去 更认识自己 或是去活出 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比较更喜欢的就是 自己的 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 跟 我还是会去认识人 但是我是去享受那种认识人 然后可能聊天 然后不断地发现 他有一些事情那种新鲜感 但是就是不太会想要再去同居 结婚或是在一起 目前的现场我就觉得 我现在一个人的生活 还不错 对 就想要保持单身 好 杨青哥你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他在感情里面 他的抗压性好像比较 小一点 就是他承受一些压力 他就会很想要走 他会想要 他也很害怕给任何的承诺 别买一个鸡胸肉 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对 可能一般男生会觉得 你老婆帮你准备 你可能说好贴心喔 知道我要吃 可是对他来讲 这种种都是压力 是 你给他什么建议 我觉得好可惜 其实美好的感情 是我愿意为你付出 你愿意为我付出 我不太去算这个东西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在 那种两个人的情感的融合里面 这样子算来算去 其实会让人感觉 你已经在花一条线了 其实你在跟自己谈恋爱 你只是想要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来满足你自己而已 你其实并不想付出 真正的付出 为那个人付出 其实真正的爱是要学习的 爱不是你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 就会爱 人不是这样子 人所有的爱都是跟着 他的原生家庭 跟着旁边的人周遭 一直在教导他 那小朋友 你们养过小朋友知道 很不爽 去吃高级那个什么 高级铁板沙还要带着他们 然后四十分钟吃完 可是你们还是爱他 你们不会说 老娘今天不爽 你们给我出去 是不是 不会 你还是会爱他 就是即使不合我的期望 我还是继续爱你 还是满足你的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爱 他看到你的鸡胸肉没了 然后他愿意付出 其实你应该 你应该珍惜 因为这种好日子不多 对 真的 就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那就会形成一个好的循环 而不是就是说 把这些话得这么清楚 害怕失败 其实如果你之前的关系失败了 其实要想一想 我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 我只是想讲 就是人生是这样子 好的东西都是贵 No pain no gains 但是我感受到好像 年轻人好像对于多一点付出 或者是为这段情感 扛一点什么责任 好像你不太愿意 当然不太愿意 你就可以轻松的一个人活着 先把一个人过好 先把一个人过好 可能你下一段阶段 比较容易进入两人的生活 要不然你只会创造 双倍的灾难而已 我觉得 就是先把自己顾好 先把自己顾好 方安你现在这样子 也其实蛮好的 小事情的包容 真的是要学习的 因为我先生就是 常常会让我翻白眼 我也会做让他翻白眼的事情 是 其实每个人都会 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 我常常那个卫生纸 就在茶几上而已 我也是替他两下 阿宝拿一下 就是这种小事情 然后我衣服也不是我洗 然后洗衣机洗嘛 衣服它亮 碗它洗 垃圾它到 反正它看不下去 它通通会全包 是 我们家也是这样 就是你看不下去 你就说这是Team 对 就是我们是队友的关系 我做不到的你就帮我做 然后你做不到我就帮你做 那其实大家都有默契 这样久了以后 你会真的就觉得 跟你在一起真的很棒 我们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 在人世间找不到的 对 我们就是因为家人 才越来越有默契 就是爱本身是 无法去算根衡量的 因为你开始 举于是家人的爱 家人之间 就是一个大家彼此彼此 互相补上的 你缺乏那一部分那个爱 那我觉得可能 跟他之前的家庭 确实有一些关系 你学会接受爱 你才有能量去爱人 那可能会开启 你新的爱的雷达 单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 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 我们有很多独家的 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 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 亲朋好友吧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